主席 本期想邀請部長 謝謝 我們請部長 好 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 你剛才說的水啊 電啊都是非常重要 這本期贊成 依照水利法第18條的規定 我們用水的標的順序是家用 然後公共用水 農業用水 水利用水 工業用水 水運等等 但是又依照第84條的第一條 這個84條之一的第一項裡面又規定 要水資源有效及永續 來利用中央主管機關得項 用水超過一定水量的用水人增收耗水率 今天的媒體 我們看到報章說 水利署說要盡快上路 來徵收耗水費 有跟你參加嗎 我們內部的收集的意見都有跟我提 但是 是水利署跟你講的 那個相關的時程是還沒有定啦 是 是 水利署你們有充分討論過 有沒有 有沒有 部長請回答 本席請問部長 我們坦白講 我們 有有有 那我們其實跟業界 這麼多場的座談會就是提到要怎麼開征 我國在全球的缺水呢 我們是排行全世界的第18名 所以的確水呢讓我們吃緊 而且讓我們的農業經常在停灌 這是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所以本席有個數字告訴你 8500家每一個月用水超過1000度的用水大戶 這些的大戶僅佔總戶數的0.12% 用水量卻達到全部的30% 所以由這樣的數字告訴您 那麼請教你針對於耗水率 你們也充分的去檢討 也跟業者去溝通探討 那你預計怎麼做 請說明 我們對設定那個用水大戶的這個度數 我們其實有幾個不同的scenario在看 那從這個影響最少 但是它的用水最大的那個部分 到底要設定在幾度 那這個我們其實還沒有完全確定 還沒有完全確定 那請問 本席認為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已經是全世界 第18名的缺水的國家 而且可以預估越來越遠近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本席人就要說明 如果是齊頭事 本席絕對不贊成 民生用水不能夠影響 因為現在景氣也很緊張 民生用水不要再去打擾人家 那至於工業用水的大戶 請教部長 什麼時候你們嚴嚴可以告訴我們 到底要怎麼做 時間點 好我們會民生的用水 我們基本上不會去影響到 好這是本席要求 民生用水不能動 那工業用水的部分 你們在滾動式檢討 什麼時候會告訴社會大眾 我們會儘快提一個版本出來 你的儘快是什麼時候 你給一個時間點 跟委員報告 不是我們不利 是同樣這批人已經被操水操到淚爆了 不是操到淚爆 本席請教 我們在講政策的問題 部長 不要再笑 很嚴重 你再笑 沒有 用水大戶這個我們會 什麼時候 用水大戶你們會去討論 方向是要徵收是不是 會朝徵收的方向來規法 會朝徵收的方向 那你們約定時間點 到底多久可以告訴人家 因為如果確認人家 叫我的因應啊 他可以再生水啊 還是怎麼樣啊 我們還是要給人家一個時間點啊 跟委員報告 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告訴社會大眾 你現在接的是 現在是枯水嘛 那我們朝案還沒出來 再過來是風水 沒關係你告訴我 你給本席一個時間點 會開增的話 也是明年以後的事了 就是那換句話說 今年底會告訴社會大眾 怎麼開增 可不可以這麼解釋 看能不能朝這個目標來推 今年底會去研討一個方向 告訴社會大眾 預計明年會開增 這樣子的解讀 是您目前所規劃的方向嗎 我們初步朝這個方向 但是因為還沒有來過 那我們一起努力 我們希望第一個 第一個確認民生用水不能動 第二個工業用水大戶的部分 那你們會沿你朝向明年去開增 今年年底會告訴社會大眾一個方向 是不是如此 好 我們就等著你的方向 接下來本席要討論的 也就是這個藻礁的問題 部長 昨天我們在院會也討論過 本席再強調 如果說藻礁公投通過 藍媒要走回頭路 而且要增加五百萬的這個藍媒發電 本席要求你將這一句話吞回去 部長你請說明 因為我們三接如果蓋不成 確實我們大坦的八九號機 就會沒有氣可以供給他 那這個大坦的八九號機 每一個都有112萬千瓦 你不要解釋這個 那因為當時本席給你一個數字 台電在去年12月說三接如果沒有蓋成 我們的備載容量會減了2.4% 但是公投案超過這個門檻的時候 我們竟然就公佈說如果接不成 會減少6%會減少6%的這個備用容量 部長可以隨隨便便嗎 一下子2.4一下子6%可以隨隨便便這麼說嗎 我們的制度應該是統一制度對不對 哪有12月份到人家承案馬上由2.4改為6% 那哪一個數字正確請你告訴我 我跟委員確定 哪一個數字正確 我們是接近6%這個是正確的 那換句話說2.4%是錯誤的 那講的錯誤要不要出份 他可能講的是7號機 民眾希望不是可能 民眾希望聽到的是正確的訊息 所以接近6%這個是確定的 昨天我們在大院討論的時候 部院長也說 減煤發電是我們的方向 而且努力進行中 但是部長你好大大呢 你敢說要走回頭路 但是請你把這句話吞回去 我們就是不樂見走回頭路 對 你沒有說不樂見 有 當時你是說 如果沒有通過 那就要走回頭路 而且要增加500萬 所以我的結論是 這不是我們樂見的 我非常清楚講這樣的一個結論 你要補充你不樂見 我也願意接受 所以你要去努力 不要再讓老百姓去恐慌 因為中部地區的人民中火 我們努力到現在藍天白雲 運用24項的指向 全力以赴在動 維護人民的健康 我們努力快要達正到全國的標準 我們政府應該要全力的支持 我中部地區的空污 一定要改善 對不對 我們也認為要改善 好 既然是如此 不要再錯誤的訊息 接下來本席要請問 我們開源節流 我們水的問題 漏水率 漏水率 台中是全國第一名 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山區的部分 對比較 不是山區的部分 部長 你不要笑 為什麼 921 把我們叮噹一下 真的實在是讓我們憂心 所以我要請求你支援 支援什麼 你應該要給行政院要求 這是你的職責 為什麼 我們老天爺 軟化這麼嚴重 開源沒有 我們節水一定要有 現在連民生用水 我們都減壓 大家全力配合 這個是我們非常好的人民 所以因此我們公司自己要怎麼努力 應該這個節緣 我們的漏水率這麼高 你要趕快找我們行政院要求加速腳步 讓漏水率去減少 將我們的節緣用水 是從公司到人民全體總動員 要不要去要求 是 跟委員報告 節緣的部分 是 我們這個漏水率 哪有在放在那裡 還放在那裡 台水在減少漏水的這個預算 從每年的70億 增加到80億 本是非常清楚 但是結果論告訴你 我們現在的漏水率 還18%左右 你想說我們漏 113年 我們要到14點多person 我們應該 把現有的 要趕快保護起來 不要讓它一直在漏 這幾年很加快 本期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要加速腳步 對不對 讓這些漏掉的趕快揹掉 好不容易留下來 我們趕快揹掉 還讓它一直漏 沒有 政府有這個能力可以做起來 是 民眾都全力配合 你應當要更加的全力配合 對不對 是 所以 是 那你就要去爭取 加速腳步 讓漏水率去減少 對嗎 有 有 我們在這個漏水率的預算 有給它增加 哪有增加 有啦 謝謝 你還是維持113年 哪有增加 所以我剛才跟你說到現在 你應該要去努力 是 真正要增加 而不是依照以前的十年計畫 謝謝 加速腳步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本期要看你喔 你去爭取的答案怎麼樣 請回覆給本期 好不好 謝謝 謝謝楊秋英委員的諮詢